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员看中国 我是单语 11月27日在乐金显示 广州有限公司模组工厂数百名工人发起罢工 并聚集在厂区抗疫维权 陆媒报道 此次的维权源于韩国的LG集团 将该工厂出售给中国TCL集团的显示器子公司花心光电 在工厂转交过程中将有超过500人被裁员或安置 后续还会进一步裁员 可能会涉及到千人的规模 这次维权的主要原因是乐金显示 在离职方式 补偿力度上令许多在职员工不满 据了解 乐金显示广州公司主要有 大尺寸 LCD面板厂 LCDCA LCD模组厂 LCDGZ 乐金显示光电科技中国有限公司LGDCO三个工厂 组成是韩国LG集团在海外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主要产品为电脑显示器液晶模组 电视液晶模组 有机发光二级模组 乐金显示广州成立于2006年6月 总投资40亿美元是当时广州市最大的外商投资高科技项目 也是黄浦区引入的龙头项目 曾一度带动了科学城大批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发展 产线年产值高达54.5亿元 早在今年9月26日 乐金显示曾公告称 计划以总价108亿人民币将其持有的大尺寸LCD面板厂80%补权 以及LCD模组厂100%补权 全数卖给华星光电 预期2025年一季度完全交易 LGD将继续保留乐金显示光电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工厂生产有机发光二极体OLED产品 CA工厂GZ工厂中所有的与TV业务有关的员工 雇佣关系将转移到TCL华星 目前受影响的主要是GZ工厂中的OLED业务MNT业务板块的员工 在广州模组工厂移交期间 乐金显示针对受影响的员工给出了三种处理方案 一、选择自愿加入旁边的CO工厂中任职 根据公令公种等条件发放5000到1万元的移动激励金 二、11月9日至12月8日内依旧开放移动窗口 但无法获得移动激励金 三、不愿移至CO的员工可在2024年11月9日以后 于乐金显示广州工厂协商离职补偿 12月以后完成离职并得到补偿款 具体的经济补偿以N基准支付继员工工作年限 成以解除劳动合同前12月的平均工资 赔偿方案公布后 遭到了广州GZ工厂员工的强烈反对 主要是最近乐金显示韩国工厂也在裁员 自愿离职的员工累计可获约36个月的工资补偿 乐金显示在中国的烟台工厂 11月也开启了自愿离职计划 离职员工可获N加1加双倍的年终奖的补偿 其中一名工人指出 LG集团其他分公司在出售时 给予员工更高的赔偿 而广州工厂却只提供标准的N赔偿金 且只有在11月29日前离职才能获得过年的补助金 这使得工人们认为LG集团不公平对待 也加剧了他们的失望 一名GZ工厂员工告诉陆媒记者 该工厂员工多位 以前无固定的劳动期限合同的老员工 且工厂年前一般会发一笔年终奖 内部也叫做新年补助金 大概有两个月工资 这个赔偿方案中甚至连年终奖都不包括 不少老员工认为缺乏诚意 纷纷要求赔偿提高至2N 伴随着局势升级并严重影响工厂日常运营 广州的劳动监管部门介入 多方协调下 11月28日 员工最终于乐金显示达成商议 决定确定了新的补偿方案 对于不愿意移动至CEO工厂的员工 离职赔偿在原本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月的就业准备金和年终奖 即N加1加年终奖 LG Display给出的方案 众人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 作为全球500强 就应该拿出龙头企业的担当与器盖 也有人主张 企业不是慈善机构 合法合规即可 有网友留言指 即便是N的补偿方案 也是符合广州当地劳动法 规定的补偿标准 员工想让LG赔偿N加几 那是需要和LG协商的 LG愿意才可以 不愿意的话 员工是不能强迫的 因为广州劳动法支持的 赔偿标准是N 有网友说 其实LG也没做错什么 国内公司结业 倒闭是可以支配N 硬要说话的话 只怪LG不顾多年来感情 没有额外多比补偿 不过在中国这块土壤 会让你谈感情的 也只有外资了 另有网友说 记得当年三星集团 全面退出中国时 给员工赔偿方案是N加3 以及最新款的手机等礼品 微软退出中国 甚至传出了N加12的赔偿方案 甲骨文大陆大裁员也给出了N加6的赔偿方案 种种迹象表明 外企的赔偿都符合中国劳动法 甚至大部分企业给出的赔偿标准远高于劳动法 这些外企多数都是来的风光 走的体面 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外国资本家 反观中国的本土企业 最近几年 大小工厂受到疫情和地缘政治的影响 倒闭和大裁员比比皆是 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赔偿超过N加1 甚至很多的企业都是想尽办法让员工自己辞职 员工不辞职就采用各种恶心人的方法赶人走 因为只要员工主动辞职 一分钱的补偿也拿不到 但有甚至工厂破产倒闭老板跑路 还要欠员工几个月的薪水 更谈不上什么补偿了 这样的戏码最近几年看得多了 LG这样的外企已经算是很有良心了 据悉 乐金显示曾为LCDTV液晶电视面板市场最大厂商 位于广州的乐金显示面板厂 为8.5代大型液晶面板厂 主要产品为电视及商显大尺寸的液晶面板产品 设计月产能为18万片 乐金显示GZ为模组的工厂 主要产品为液晶显示模组 设计月产能为230万台 对于此次工厂出售 TCL的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指出 这是LG集团在战略性的退出液晶显示产业 以把资源集中到下一代的显示器技术OLED上 近南大学经济学院刘金山教授认为 乐金显示作为跨国公司出售行为时 基于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布局作为考量 当乐金显示认为LCD产线生命周期在经营上将得不偿失时 那么更加聚焦在OLED业务式企业全球布局战略计划中的一次优化调整 近年来 由于中国本土的液晶面板企业大量扩产 造成该行业产能过剩 市场竞争极为剧烈 2022年就出现了全行业的大规模亏损 面板行业也进入了剧烈下行周期 从去年的经营数据看 乐金显示广州工厂的产线仍在盈利中 但是对于乐金显示整体而言 近年来的盈利情况并不乐观 10月23日乐金显示发布第三季度的财报 称由于人力效率的一次性成本负担 继续遭受运营的亏损 今年以来乐金显示 以连续三个季度持续经营亏损 前三季度累计亏损 6437亿韩元 相当于33.2亿人民币 乐金显示解释称 由于智能手机用有机发光二极体 OLED出货量增加 乐金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销售额有所增长 与去年同期相比 OLED产品的比例增加了16% 使其占总销售额的58% 从中可见OLED已经占据 乐金显示的半壁江山 接下来随着广州工厂的出售 比例还将进一步升高 近年来 乐金显示的策略就是 进行业务重组 放弃LCD面板 聚焦OLED显示面板 以供应能力和技术为基础 扩大OLED的显示面板产能 强化中小尺寸的OLED业务 竞争力 而OLED的投资费用更加高昂 需要大量资金 加上公司的财务情况需要改善 所以乐金显示出售 LCD业务将有利于整合 其在OLED的业务资源 事实上 韩系和日系的厂商 近年来一直在退出 业务面板市场 除了乐金显示 2020年三星出售了苏州工厂 同样也是由TCL华星接手 而SYAP日本时代线 则于今年8月底正式关停 如今乐金显示出售广州厂 成为又一个标志型实践 这意味着 包括乐金显示 三星显示在内的韩国厂商 彻底离开液金电视面板的竞争赛道 转为更高端的OLED面板 全球面板产业格局 今年可谓发生了重大变化 目前业绩面板在全球市场的供应商 排名靠前的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而在产能过剩 大尺寸面板需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态势 可能是更为惨烈 从这次乐金显示的收购案竞争中 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据陆媒报道 这桩收购案所设计的厂商 内部人士透露 中国目前最大的LCD面板制造企业 京东方也有意收购 乐金显示广州工厂 但是华星光电给出了LG无法拒绝的价码 再加上了牵涉在其中的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关系 特别是三星作为目前全球第一电视厂商 也是乐金显示的重要客户 相较于京东方 华星光电收购会让三星更为满意 主要原因是由于专利被盗用 三星和京东方不断对簿公堂 双方关系很差 如果让京东方买走乐金显示广州工厂 三星和LG之间的LCD订单就只能转向京东方 这无疑让三星会显得比较尴尬 现在LG的订单转向和自己关系较好的 华星光电显然三星也是乐于见到的 另外华星光电收购乐金显示广州面板以后 这个面板厂将会继续生产IPS面板 其次三星之前向乐金显示采购的LCD 面板订单将全部转往华星光电 最后乐金显示相关的LCD面板部分的技术IP 也将全部转让给华星光电 因此有分析认为 华星光电在收购成功后 也能弥补自己LCD大尺寸面板的短板 而且拿下LG的IPS面板 无疑是技术角度还是市场角度 对原来以VA面板为主的华星光电都是极大的增强 能在LCD面板市场上能够真正的和京东方分庭抗离 但也有部分业内人士对此表示忧虑 乐金显示广州8.5 但面板线已有近10年的历史 很多设备设施到了寿命中后期 TCL今天并购的LCD厂可能是落后产能 加上LCD行业在2022年 刚刚经历了全行业产能过剩和亏损 在这样的背景下 并购乐金显示广州线 后续还需要考虑需求不足 以及如何盈利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乐金显示广州工厂在出售交接期间 保持了工厂正常的持续运营 而没有停止生产 并且鉴于LCD面板近期价格有所上涨 公司业绩也随着增加 因此业内人士估计 最终的收购结算金额有可能会增加 10月30日再传出最新消息 据广州产权交易所的官网信息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 乐金显示中国有限公司20%的股权 转让底价26.15亿元 保证金为2.615亿元 挂牌旗指日期是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27日 项目处于征集异项受让方阶段 这个消息也让人怀疑乐金显示以后的动向 这次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转让股份 是否为以后进一步的交易做准备 此外正如我们前文所讲 近日的乐金显示烟台有限公司也在裁员 据说计划缩减约20%的员工数量 采取的方式是向员工开放资源退休窗口 并限制400个名额 设计所有在职岗位 申请后需要审批方能通过 乐金显示烟台公司是由乐金显示独资设立的 成立于2010年5月 注资1.58亿美元 投资总额4.74亿美元 现有员工2000余人 是山东省投资额最大的寒子企业 开工厂此前主要负责研发生产智能手机 智能手表的显示器件 近年来随着乐金显示战略方向转移 中单消费需求等影响 烟台工厂撤掉了智能手机业务 目前仅保留智能手表业务 烟台工厂裁员也是乐金显示在中国战略收缩的体现 其实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 为了规避高额关税 大量的外资企业将产业链出中国 ILG集团也不例外 特别是ILG在中国生产 销往美国的冰箱 空调 电视 晶圆半导体等产品 已将产能及相关的产业链回归韩国本土 或者转移到了越南 印度 墨西哥等国家 甚至有传言指ILG电子及相关产业将陆续关闭 所有在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工厂 可能以后除了乐金化学这个子公司 中国将不再有ILG的电子相关业务 公共资料显示ILG早在1993年就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经过陆续的资产变卖迁出 现在ILG在中国的规模已经大规模缩小 2018年2月ILG的手机业务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随后也开启了ILG撤离中国的漫漫长路 2020年2月ILG集团卖掉了其位于北京市中心的ILG双子座大厦 更实现了其撤出中国的决心 不过这笔交易倒是让ILG大赚了一笔 资料显示ILG双子座大厦于2005年建成 总投资4亿美元 最终以80.7亿元 约11.5亿美元 价格售出 2020年8月ILG电子关闭了在中国 家电销售商 苏宁电器和国美开设的实体商店 主要原因是当时疫情爆发 中国的消费力急剧下滑 家电市场更是销售低迷 这也导致中国的家电品牌开启了一轮轮的价格战 这种低价竞争使得价格相对较高的海外品牌市战略下降 ILG的电子在中国的电视销售业务也急剧下滑 ILG电子在退出中国实体市场的同时 却在印度加速建立在线销售渠道 促进家电销售 2023年7月 业内人士透露 ILG集团旗下的主要生产摄像头 模组的电子零部件子公司 ILG Inner Take 将逐步的把摄像头模组生产线从中国烟台工厂转移 将入门级的摄像头模组生产转移到越南海防 并将在韩国国内生产旗舰产品 其实2018年开始 中国烟台工厂采购额实际上就已经低于越南海防工厂采购额 2022年ILG Inner Take 来自中国的采购额占比仅为3.8% 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巨变的当下 特别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 失言对中国再增加关税 这也让包括ILG在内的外资企业更加速了从中国的撤离 并增加了在东南亚越南印度等地的产业布局 据外媒报道 11月19日消息 乐金显示宣布计划投资10亿美元再次扩产越南的OLED面板工厂 这使得乐金显示在越南的总投资将增至56.5亿美元 乐金显示追加投资的越南OLED面板工厂 位于越南北部沿海城市海防 在2016年开始建设随后多次提升产能 例如2021年乐金显示宣布追加7.5亿美元的投资并计划 扩大OLED面板的生产 2022年6月15日 乐金显示又宣布将从全球金融公司筹集10亿美元 用于扩大其在越南的OLED生产产线 据韩媒Business Korea报道 乐金显示的目标 使扩大在全球中小尺寸OLED面板市场的影响力 该公司在大型OLED面板市场上是无可竞争的第一名 但在中小型OLED面板市场上 乐金显示占有率只有12%左右 远远低于三星显示的73%的份额 其实在几个月前 三星显示就已宣布将追加投资18亿美元 提升越南OLED面板工厂的产能 在追加投资后 三星在越南的总投资也就达到了220亿美元 同样是11月19日 据知情人士透露 LG电子正考虑在印度的安德拉邦 建一座家电工厂 计划于2026年上半年开始建设 LG电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鉴于印度市场增长潜力巨大 公司目前正探索一系列扩大投资的方案 但现阶段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此前9月份 LG电子还在考虑 为其印度业务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以利用印度股市的繁荣助力 实现到2030年 电子业务收入达到750亿美元的目标 此外 LG集团也在积极的开拓东南亚市场 10月25日 据业界透露 LG的三家子公司 LGCNS LG电子 LG能源 解决方案组成一个团队 在印尼承拦了3亿美元规模的人工智慧 AI数据中心订单 GC LG集团三家公司于印尼当地企业 签订的此次AI中心项目合同 规模约为3亿美元 目标是2026年竣工 LG集团三家公司为此项目设立了特别的工作组 还制定了以构建印尼亚加达 AI中心为开端将共同订单扩大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越南等宁静国家的明年计划 LG电子曾于2023年7月6日宣布 在印尼设立首个海外研发中心 专门从事电视产品的研发活动 这一举措是LG在东南亚市场扩展战略的一部分 旨在提高研发效率更高 更好地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LG表示 随着在印尼工厂生产的电视种类增加 建立一个独立的研发中心变得必要 亚洲市场正在迅速增长 并且对LG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该公司计划逐步扩大实验室研究人员的数量 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500人 LG电子在印尼已经建立了亚洲最大的电视生产基地 新设立的研发中心将进一步推动LG在该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通过更加紧密的与当地市场接触 并符合消费者要求 LG有望在印尼及周边地区提供更具竞争力和创新性的产品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惠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